在比亚迪宣布电比油低之后 北京现代很快的做出了反应 推出了75800的伊兰特 今天我们来到北京现代展厅来看看这台伊兰特 这台伊兰特不是它的最低配 是更高一个配置 12800的精英版 目前我们从展厅了解到 你看它的综合优惠可以达到22000 是包含了购入税的补贴 货币红包新年补贴以及金融补贴等等政策 75000的版本是在99800的最低配版本上 优惠了14000 相比到这台精英版在配置上有哪些差别 我们先来聊一下 首先来说鞋大灯LED都是有的 少了什么呢 少了后视镜的锁车自动折叠 少了电动的天窗 少了无钥匙的进入和无钥匙取动 少了电尾箱 以及它的轮毂是从17寸减到了16寸 相差了一万两块钱 就少了这些东西 从这些配置来说 我觉得75800这个版本也是蛮香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个这台车还是足够的大 4米7多 这么一个长度算是一个A加级的级别 而且我们看它的这个设计 其实跟第11代索拉塔是如出一辙的 特别是它的前脸和侧面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就是按比例缩小了 我们进到车内 75800的版本也是提供了6个气囊 以定速巡航 包括前面这两块屏都是有的 那坐进来之后呢 做了一台七八万的车 整个内饰做的我觉得档次感还是足够的 特别是对很多习惯了传统使用体验的人来说 这种大量的物理按键炫钮的保留 可见其可得 非常的容易操作上手 包括语音控制这些功能都是提供了的 从空间表现来说 像我178的身高 你看我的头部大概也有一拳吧 像后排的空间出风口 充电口都是给你提供了的 整个的腿部宽度 包括头部的高度也还是足够用啊 作为一台经济适用的 皮静可靠耐用的 一台入门级的家用车 如果说短板的话 可能就是它的底盘 用的是扭力梁的悬架 但是目前在国内10万以下的 一加迪轿车 就是这个行情啊 能够做到这么大的体量 能够做到这么多的配置 给到扭力梁 我觉得也是能理解的 另外呢 就是很多人觉得 它这套动力比较的乏力 115匹的马力呢 确实不算大 但是我们来看这张黄纸 它的油耗是真的香啊 你看它的视角油耗只有4.56 焦虚才6.14 综合工况5.56 这是WRTC工况 是非常的接近于实际的 可能你正常日常驾驶的话 在市区也就是6到7升 此外呢 毕竟北京现在作为一个合资车颈 进入中国这么多年了 它的品质可靠和耐用性 口碑还是得到了验证的 所以作为一个皮实可靠耐用 经济的家用之选 这台伊兰特 我觉得它的价格还是蛮香的 至少在七八万这个价位来说 你能够找出一台 综合素质比它更强的燃油车选手吗 我觉得还是不太容易了 如果我闹了这个东西 你不要去船比它更'T 我们要做看 我们要做